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2010年8月22号 深圳法院一起告诉案件引发轰动 一名孕妇顺利生产后 丈夫宣称发现妻子的肛门被缝合 你没听错 肛门被缝合 这起事件引发网友的热议 明明是生孩子 为什么缝了肛门 生孩子跟肛门有什么关系 跟压抑的是 提告的不是这对夫妻 而是被指控的助产是 整起事件一波三折 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 来看这一起孕妇生产 鸿钢事件 故事地点位于深圳罗湖区 南面和香港新界相望 是深圳重要的经济特区 也是大陆繁华的购物重镇 时间回到2010年7月23号 陈仙带着陈太太到医院生产 下午3点45分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这对夫妻开心极了 可是到了晚上9点多 陈太太开始喊肛门痛啊 陈仙一看 太太的肛门不但肿了 上面还有黑线缝的密密麻麻 认为肛门被缝上了 助产师才说 生产的时候痔疮出血 压迫止血的效果不大 出于好心 用外科常用的缝扎法 给她做了止血手术 也就是缝合了出血点 范围只限于流血的地方 完全没有缝到肛门 这件事医院是没有事先告知 陈太太觉得疼痛 事件才曝光 陈仙一回忆 生产前给的助产是100元红包 怀疑是助产是 助产是嫌红包太少 想要报复 才会缝合产妇的肛门 就是下来以后 住了院以后 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她的肛门开始疼痛 我一看 肿了大概有这么大 肛门去肿了有这么大 一圈缝着黑线 我就问了 你怎么把她肛门给缝住了 她就说她这有痔疮 我顺便给她做一个手术 五分钟一次进我房间 你准备好了没有 你的儿子是我 是我接生 第一个他见到的就是我 你要非常重视这件事 我说我懂 但是由于我出来的时候 非常苍茫 身上没有现金 我只带了卡 我说你放心 我一定会 这个规矩我懂 我一定会给的 陈仙口中所谓的规矩 指的就是给红包 她指控太太生产前 住产是四度进来病房 暗示要表示表示 但是陈仙身上当时只有两百元 先给了住产是一百元 她说之后会再补上大红包 但是住产是并不高兴 脸色难看的离开 想不到遭到这种报复 甚至在事件曝光后 利用陈仙不在的时候 强行将缝合的线给拆了 企图毁灭证据 到了7月29号 深圳市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出炉 没有证据证明 住产是将肛门缝起来 住产是以人格保证 没有动争 事件到这里 各说各话 陈仙指控红包给太少 老婆生产完 钢门居然被缝起来 但是住产是否认 被指控的张姓住产是 有20年的工作经验 强调是好心在出血点结渣 没有缝钢 结渣的意思 就是用线绑不用针 案件到这里 完全没共事 7月31号 陈仙向警方提出了 故意伤害的告诉 到了8月2号 住产是暂时停职 接受调查 这些案件引起了社会震撼 甚至惊动了其他三家大医院的医生 一起来汇诊这位产妇 到底陈太太的肛门 有没有被缝起来 8月12号 医生给出的结论是 痔疮出血 看到黑色的丝线 肛门的周边皮肤没有损伤 所以给产妇做了缝渣止血 简单说 就是有用针 但不是缝钢 案发后20天 出现了两个关键点 一是收红包 二是缝钢门 关于收红包 住产是说 当初对方硬塞了100元红包 第二天就塞回了病房抽屉 至于缝钢门 强调是结渣 用线绑 没有用针 陈仙没想到的是 事隔一个月 8月22号 住产是以名誉受损为理由 主动提告 就是一开始说的 这场官司再次将缝钢事件 推上了台面 成了网路发烧话题 支持住产室的网友说 如果用缝和关闭病人的 肛门的方式来报复 不符合基本的逻辑 因为这种方式马上就会被发现 还会丢了工作 根本划不来 另一边支持孕妇的网友说 不管有没有缝钢 住产是都违反了职业规范 怎么还有脸控告对方 而判决结果 更是出人意料之外 经过半年的审判 2011年1月21号 法院宣判 无法证明住产是缝钢 确实损害了住产室名誉 判赔3万给住产室 当作精神赔偿 到此 所谓的逢钢事件 基本上水落石出了 医界认为 正常的程序 痔疮出血 应该是要找外科医生来手术 但是在接生经验丰富的住产室看来 自己的做法 只不过是一个 再正常不过的紧急处理措施 哪里有超过职业范围的说法 而且他说 在之前遇到过 比这一次更复杂的问题 都是他独自处理的 这起冯钢事件 即使官司落幕 但是却彻底改变了双方的生活 产妇受到了打击生病了 陈仙为了照顾妻儿 无法再工作 由于坐吃山空 让他们无法继续负担房租 夫妻两人不得不从 原来住的高档社区搬出 一家三口 改租在小套房 害怕太太发病 会摔东西伤到孩子 出租房里 没有沙发 没有床 平时就睡 铺在地上的床垫 陈仙仙说 太太天天哭 一直不能从那一件事中走出来 原本开朗的太太 性格全部改变了 另一边住产是 及时打赢了官司 但是受到事件的影响 丢了工作 回到陕西的老家 生活也陷入困境 他从未想过 做了多年的住产室的工作 因为一个简单的结扎手术 而被网友攻击 甚至没了工作 他觉得自己在整起事件中很冤枉 因为在他看来 冯刚事件就是无稽之谈 根本没有的事 最后回到老家 以前的同学还说丢人 这是什么道理 至于当初接生的医院 也因为性欲受损 许多病患不敢上门 营收一落千丈 加上城市的规划 被迫在2011年的8月停止营运 如今 产妇的肛门早已康复 但是冯刚事件 给当事的双方造成的伤口 却迟迟难以愈合 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 只有受害者的悲剧 这是孕妇生产 红刚事件的始末 你有任何想法 也欢迎留言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瑜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肇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德国专利 肇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巴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西药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